黃牌嘛 那 給那張黃牌 不見得是只給蔡奇哲而已 對啊 所以要來看一下 近身球要不要投 當然要投 可是投手的控球如果沒有 到那個地步的時候 就是會失投比較多的話 那就比較容易插槍走火 對 沒有錯 林毅全今天是 目前是還沒有出現過安打 那麼是一次是靠著四塊球保送上壘 對 今天林毅全都是打成 右邊方向的滾地球被刺殺 我看起來林毅全還好啦 其實林毅全就上次出身球衝突的時候 他賽後的發炎還滿有風度的 他說修行室有老鼠 所以大家嚇一跳這樣 兩個球了 所以現在呢 鄭啟侯一上來呢 是先投出來 保送了啦 對 可是後面那兩個球就很靠近很靠近 還滿靠近的 尤其第三個 好來 蔣志賢 喔 上次金空大戰變成是時空大戰 就是蔣志賢那個 近身球 觸身球 對 我第一顆球的蔣志賢是打球的界外飛球 剛剛那個球是滿靠近 滿內角球的 但是有比較擠壓到 所以說他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會把球跟得比較近 中信兄弟教練團是內角球 配得還滿多的啦 好現在取得的是 兩好球沒有壞球的 絕對領先優勢 嗯哼 欸 蔣志賢是不是也在看 詩蘭德總教練的配球 應該不會 不會看懂吧 不會看不懂 對啊 他是在看他們自己 休息室的暗好了 對 喔 這個球其實還 還有點引誘力啦 對 剛剛講之前 球幫我動一下 對 不過今天的蔣志賢的 變化球是放得比較外側 反而速球是放得比較內側的 對 他控制了比較好的球 今天看起來速球的狀況也還好 對 所以變化球放在外側 他反而投壞球的機率都滿高的 喔齁 對 先是取得球術領先之後呢 這球是接連投了兩個壞球 這三個曲球就都沒有要到好球術 對 這個有比較高的位置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點偏高的 所以他高低今天反而沒有控得那麼好 不過這些球路都是他拿手的 曲球他滿拿手的 嗯 哇 蔣志賢今天是有安打的齁 所以他 在 那一隻安打也終止了他 十三隻零的低潮 哇 這個變化球還是失頭了 嗯 嗯 那蔣志賢是獲得四壞保送 那原本在壘上的跑者林一泉呢 是往前推進了禮包 那現在是行程 一出局一二壘有人 嗯 欸 看起來富邦對休息室 氣氛還不錯啦 是 對 呵呵 其實量好球之後 然後連續配了四顆的變化球 對 就 過程都是壞球 對 然後都是壞球啊 嗯 喔